大家好,我是二卦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上一碗热汤 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排骨汤的做法 营养非常的全面 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爱喝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步骤吧 大菜场,花20块钱买回两斤排骨 买的时候,我让老板提前傍晚剁好了 选排骨,我们一定要选这种类排 不管你是红烧还是炖汤都非常的好吃 首先,我们往排骨里面加入一大勺食盐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排骨 用手把排骨和食盐抓拌均匀 淡盐水可以染挂肉汁 使我们吃起来的排骨更加的腺嫩 抓拌均匀后放置一盘浸泡半个小时 趁这个时间 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放入三块钱的核桃肉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抓洗核桃肉 洗去核桃表面的灰尘 抓洗干净后 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小碗中放入一把红皮花生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花生抓洗干净后 也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拿出一块去了皮的老姜 我们把它切成姜片 姜片切好以后 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盘中 然后再往盘中放入一个葱结 拿出一根胡萝卜 用刮皮器刮去它的外皮 刮洗干净后 放在菜板上先用刀切去头尾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滚刀块 胡萝卜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把它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根山药 用流动的清水洗去外面的泥土 一边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山药 一边用刮皮去刮去外皮 山药刮去外皮后 也把它改刀切成滚刀块 山药全部切好以后 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再往碗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山药 这样可以防止山药的氧化变黑 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的排骨也浸泡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浸泡出好多的血水 我们把排骨控水捞出 放入大一点的盘中 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排骨冷水下锅 往锅中放入四块姜片 再放入刚刚准备好的葱结 再倒入适量的料酒 然后开大火 把排骨焯一下水 肉类的焯水 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才能把里面的血沫煮出来 煮开以后 用勺子撇去上面的浮沫 因为浮沫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浮沫全部处理干净后 拿出漏勺 把焯好水的排骨捞出来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温水中 下锅一定要有温水 用凉水的话热占冷缩 会使排骨吃起来的口感变柴 排骨清洗干净后 我们控水捞出 放入漏篮中沥干水分 准备一个砂锅 往砂锅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 倒入我们剩下的姜片 用勺子翻炒 姜片炒香以后 下入我们沥干水分的排骨 用小火把排骨煎炒一下 排骨这样煎炒一下 不仅可以去腥 还可以炒出香味 最主要的是可以炒出排骨 多余的油脂 这样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 就一点足够油腻 排骨煎炒至微微放滑后 我们往锅中喷入少许的调子 接着把清洗干净的花生和核桃仁也加进来 用勺子翻炒 炒出花生和核桃仁的香味 炒香以后 我们往砂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没过所有的食材 记得一定要用开水哦 用开水冻出来的汤会更加的浓白 也会特别的好喝 大火煮开以后 用勺子撇去上面多余的油脂和浮沫 扣上锅盖 用小火慢动30分钟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打开锅盖 里面的汤汁也变少了 接着把切好的胡萝卜和山药全部加进来 用勺子翻动一下 使其全部浸没在汤中 继续扣上锅盖 用小火炖1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接着我们往砂锅中倒入少许的枸杞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用勺子把食盐搅拌均匀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 喝起来也特别的鲜美 里面加入了山药 胡萝卜 核桃仁和花生米 营养特别的丰富 不管是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爱喝 里面的排骨也炖得稀烂 入口即化 如果您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